纽约时报认为雷蒙多的政治利益和基辛格 当然基辛格就是英特尔的CEO了 那么他们之间的利益呢 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 在两人上任之初 也就是几年之前雷蒙多从一个很小的州的州长 被拜登给搞过来 担任美国重要的这个商务部的部长的时刻呢 他和基辛格之间就已经有了 这个简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利益关系 纠缠在一起 首先这是纽约时报回溯过去这几年 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么第二个指控 纽约时报指出雷蒙多女士多次施压美国的 苹果公司 谷歌公司 亚马逊公司等众多的美国科技巨头 必须采购英特尔的芯片 这个事情本身呢 你当然可以说我爱国 我希望呢美国的科技公司 对吧 国产的美国国产的芯片呢 美国自己的公司来支持 这个大家也都理解这样的一种情绪 但问题是在于 这个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呢 纷纷拒绝了雷蒙多的要求 根本就不搭理他 那么这个情况也让雷蒙多非常尴尬 而且给出的理由更让他尴尬 就是英特尔的芯片不行 不靠谱 那你说这种状况之下 他别人不愿意采购 你又能怎么办呢 但是呢 雷蒙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游说的动作 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我们线上的朋友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啊 感谢大家 那么纽约时报对雷蒙多女士的第三个指控呢 是指出 现如今英特尔公司在雷蒙多等 美国民主党政府的高层的保驾护航之下呢 拿了很多美国国会芯片与科学法案啊 这个所得补贴的钱 就是拿了很多钱啊 官商勾结嘛 其实很多事情 你如果问为什么啊 你只要很多事情当你想不明白 或者不清楚幕后原因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往钱方面去想 事情呢就会变得豁然开朗 那就像我们在一些单位当中 突然之间啊 这个领导和下属之间也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啊 这个要么是钱要么是色 忽然之间就热露了起来 那么这个东西呢 本身这个英特尔公司 透过美国民主党政府高层 国会两院 那么英特尔公司呢 也有很强的游说能力 所以就拿到了很多的补贴 英特尔公司它靠什么的本领 对吧 你说是芯片的制程呢 芯片的设计呢 订单量呢 利润呢 开工的情况啊 通通都不行 所有的一家这个厉害的 这个高端制造业企业 所必备的因素 英特尔公司通通不具备 但是 英特尔拿到的补贴金额 远远高于台积电 远远高于三星半导体 这个道理到哪里说得通呢 只能够摸摸鼻子 最后说没办法 他们有关系 他是领导的朋友 他这个对吧 和领导之间关系好 有亲戚 反正就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关系户 就是这种状况 那么美国的官员现在害怕了 如果一旦启动调查 就会发现 英特尔公司做出的很多承诺 拿到很多美国政府的补贴 这些钱呢 所承诺要盖的所谓芯片工厂 到现在依旧是 只是一个承诺 用我们常说的话来说呢 叫做都是大饼 画了很多的大饼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让大家开始觉得 如果特朗普政府上台 那么是不是会把所有的东西摊在桌面上 重新来一遍呢 那纽约时报此刻当下 爆出这则新闻呢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呢 恐怕里面的玄机还是挺多的 那么纽约时报的第四点指控的是 现在美国呢 有很多的批评者 也在游说美国政府 那么在媒体上放话 说美国政府 民主党政府呢 偏爱英特尔公司 他的芯片本身呢 这个雷门多推销给谷歌亚马逊苹果这些公司 人家不买单 就你的产品质量不行嘛 后来呢 雷门多干嘛呢 就这个毕竟是民主党政府执政嘛 对不对 你五角大楼 你国防部 你这些政府采购 那么肯定呢 是政府有更多的话语权 我就是甲方呀 我政府要买东西呀 于是乎呢 就让很多的英特尔的芯片 卖给了美国军方的项目 那等同于用美国政府的 用纳税人的钱通过政府采购呢 那么公开的就是书写给英特尔公司 那么这个呢 作为利益交换 大家可能就觉得 那没办法 对吧 又不需要通过私营企业 所以美国的媒体主要指控这么几点 那么我们详细的来看一看 美国纽约时报的指控过程当中 这个雷门多究竟是怎么做的 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又有哪些利益交换 为什么说从上台之初 雷门多的商务部和美国的英特尔公司之间 就已经有了非常交割在一起的 这个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利益关系 纽约时报指出 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 有一次有一个科技界的高管和亿万富豪的 年度聚餐会上 既然是科技界的聚餐会 那么美国的商务部长雷门多呢 就被请去了 请去之后 雷门多在这一次的聚餐会上 企图使用其商务部长的影响力 那么呢 不断的游说向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的高管 来推荐英特尔的产品 那么当时的雷门多和谷歌的CEO 微软的CEO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公司的领导者呢 当面一个又一个的推销英特尔的芯片 要求这些公司必须采购英特尔的芯片 而且呢 雷门多在这一场活动上公开表示 美国会需必须要生产更多的芯片 美国的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 就是美国芯片自主化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企业 大家必须支持 其实这就是政治介入商业决策的一个 这个典型的案例 而且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之内呢 那么雷门多 他不止一次的向美国的半导体界 不断的打电话 会面 约谈 各种各样的手段 用尽 那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这些高管们 从英特尔公司来购买芯片 不仅包括前面所说的苹果公司 亚马逊公司 还包括像英伟达公司 AMD公司 还有很多其他公司 你说这个企业到底给了雷门多多少好处 愿意出这么大的力气 对不对 那么英伟达公司的GPU 我们知道都是台积电代工的 而且英伟达呢 现在股价涨得很猛 已经三万多亿美元了 那么英伟达公司 他的算力的要求呢 也比较高 反正啊 全世界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在GPU方面 人工智能发展方面 都会使用英伟达的这个产品 但问题就在于 英伟达的这些产品 你让这个替换使用英特尔的制程 那么雷门多女士 大概率是不懂这些技术了 对吧 英特尔的制程本身呢 如今在全球是比较落后的 和一线的梯队来比较 和台积电比较呢 也是落后许多 那么这种状况下 你让这些公司 怎么使用英特尔公司的产品呢 但是这个雷门多呢 就是强硬的这个 不断的向这些企业施压 只不过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呢 这个骨头也比较硬 反正你有关系 哥也有关系 嘿 大家呢就比关系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招 而且我是这个科技巨头的CEO 你雷门多呢 这个再台上一天 对吧 你是有这个权利 那么你这个政治人物呀 离开了权利 离开了岗位 你啥也不是 所以呢我们看到 现在民主党政府要快下台了 对吧 这个目前看起来 在七个摇摆州 特朗普都是领先的 所以如果雷门多下台之后的话 那大家更不会鸟他了 那么他过去所干的这些事情呢 就会一再的被掀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的纽约时报 已经开始剑指雷门多了 指控他所做的这些官商勾结 那么这里面 如果仔细查下去啊 说不定还有一些违法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 这个啊 那么美国的这个 这些科技的高管们呢 那么并没有搭理雷门多 他的这种推销的举动 那么因此呢 很清楚的就是 这个美国政府呢 就开始发动了自己的这个力量 什么力量呢 就是美国拜登政府 对吧 在英特尔公司的游说之下呢 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 在2022年的时候 一方面呢 法案当中呢 就可以直接给补贴了 这个时候管你什么谁采购不采购 对吧 我哥直接给钱行不行 反正我有这个影响力 我有政府有这个决策的决策的这个权利嘛 那么我直接给钱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就是呢 你这个军工的 我的这个政府的 我这个五条大楼的 我这个项目 相当于政府是甲方 那么我直接开支的时候 我去买英特尔的芯片 对吧 那民间企业科技巨头 谷歌微软 不鸟你 这个不愿意采购 他们当然是基于自身的业务发展 你说我放弃全世界最好的芯片制程 跑过去和英特尔合作 那对我的企业有什么好处呢 他肯定会从这方面考虑嘛 特别我前面举例 英伟达公司 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你让他用这种考虑政治因素 而不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因素的话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那么于是乎呢 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呢 在过去的几年 通过新天域科技法案 那么给到了几十亿美元的合同 给到了这个英特尔公司 那么美国军方呢 也给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制造合同 给到英特尔公司 那么现在呢 当美国政府马上如果换届 换成共和党的话 这所有的效果 就是你的效果 你的这个政策的目的 政策的这个决策流程 很可能会被拿出来 就重新翻一遍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人魔不脏的东西 我觉得呢 这是当下这个美国民主党的这些高层们 可能比较担心的 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这则指控的文章呢 我估计雷蒙多女士呢 心里面也开始泛起了嘀咕 对吧 别把老娘下台之后 给搞去坐牢去 那可就尴尬了 我们看到200多亿美元的 这个承诺资金支持之下呢 那么美国的英特尔公司的CEO基辛格呢 此前画出了很大的大笔 他承诺要动用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 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俄亥俄州 新墨西哥州和俄罗斯 这个和这个啊 俄勒冈州要扩张他的业务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大笔呢 花得太大的 不久之前 英特尔公司还在大幅裁员10% 英特尔的股价今年以来 已经跌掉了一半以上 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产品创新不足都在困扰着英特尔公司 但是他竟然敢向美国政府 开出了1000亿美元投资的支票 目的就是为了套住 这个美国政府的 200多亿的政府资金的这个投入 相当于补贴了 你盖厂对吧 这个美国重振高端制造业 那我给你一些补贴 但是问题点 就是说这个泡沫 它迟早要破灭 因为你本身 你不具备这样的竞争力 你盖出来的东西呢 也卖不出去 对吧 雷门多拼命给你推荐 推销 别人也不买单 那么美国军方 美国的这些政府部门的订单 毕竟很小嘛 你这个卖到全球的产品 它的所使用的芯片量 那肯定是要大很多的 所以你既然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难度就非常大了 非常大了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英特尔的公司的业绩呢 就极短直下 那引发了美国国会的担忧 也加剧了拜登政府官员的担忧 他们很担心什么呢 就是英特尔公司的承诺 最后无法兑现 泡沫破裂 这个呢肯定是无法兑现 目前看起来呢难度非常大 那么这些官员们呢 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前途了 对吧 你相当于信誓旦旦的 做了这么多事情 那么如果拿不到结果 你肯定是要负责的 那么最起码呢 政治问责 这是肯定少不掉的 那么搞不巧 还有法律问题啊 我们也看到 在拜登政府所公布的 美国总体的芯片投资案当中呢 英特尔公司一家的投资 就占据了25%以上 不公正就算了 反正其他国家 对吧 其他国家的这个半导体公司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反正你老美说什么就什么 对不对 但是问题点就在于呢 这个英特尔公司当下的情况 其实对于拜登政府过去的几年的执政的 不断吹嘘自己 可以重振美国高端制造业呢 是一个很打脸的一个行为 这个呢也会影响到贺锦丽的选情 英特尔公司的遭遇呢 也表明了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 实际上是失败的 他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美国政府推出的这种产业政策呢 他当然希望模仿亚洲 对吧 通过政府主导的形式 来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 这是他的期待 但问题在于 美国长期形成的军工复合体 政治游说集团 那么他们讲白了就是呢 你希望我推什么政策 那么你就给我什么好处 那么久而久之就变成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标题中说的 官商勾结 其实就是腐败 就是腐败 你给钱嘛 给钱好办事 虽然在法律上来说 可能也是有些合法的 这个东西细节上要检察官调查 但问题在于 美国的游说法 对吧 你这个你可以给他很多的政治现金 给他很多的钱 那么只是法律规定 如果有一天 法律规定说 官员受贿 是合法的 那么你觉得真的官员拿钱办事情 这件事情就合理吗 对不对 他法律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这个东西呢 我就不细说 反正不管怎样 美国现在呢 的确你游说啊 政治现金啊 他只要操作得当 看似合法 但是呢 你大笔的钱 其实都进入到了 你的口袋当中 那你说这种东西 怎么说呢 对吧 你政治游说集团 这个一美元 一张选票 这个就是已经成为诟病已久的问题 也是美国政治制度当中的一个诟病 一个问题点 当然也不是我们能够去解决的 只不过呢 我们在这里要看得清楚 并不是说 有些有些的情况啊 看似不违法 他就合理 那他不违法已经 就意味着呢 这个法律 他在保护他的既得利益阶层的 这样一种啊 这个制度 那有人说 那既然如此的话 共和党政府上台之后 会不会推翻相应的做法呢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形成了 你不管民主党上台 还是共和党上台 他的深层政府的话 他的一整套的运行规则 就是保护 或者叫做有利于这些 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老美的这个啊 他的整个的贫富分化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他的过去所说的 这个橄榄球形的 这个啊 这个中产阶级 占主体的架构呢 其实正在奔解之中 老美如今呢 也是越有钱的 越来越有钱 而越穷的呢 越来越穷 其实这也不仅老美了 全球都呈现出 这样的一种趋势啊 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呢 总结一下几点 第一点呢 他意味着是啊 这个拜登政府的补贴政策 他的产业政策呢 其实执行是出现 严重的问题 是失败的 第二点呢 美国的政府官员 执行过程当中 过分偏袒英特尔公司 那么就公司而言呢 就不是政策了 就是啊 就像一个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ETF 一个是这个个股 对吧 那么你这家公司的选择 对英特尔公司的偏袒 本身呢 现如今看来 也是有问题的 也是有问题的 那么英特尔公司 他过去错过了 智能手机时代 也错过了 人工智能时代 英特尔公司的股价 和销售额呢 都已经大幅的下跌 这个不久之前传出 高通公司 可能会收购英特尔公司 这对英特尔来说 也是相当难堪的 一种状况 最可怕的状况 其实就是呢 这个英特尔公司 一旦被收购 或者倒闭 或者破产 或者下市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对民主党的 一整个的国家 产业政策 是一个巨大的搭连行为 雷门多 其个人的政治前途 其实还是小事 那么美国信心念念 投入巨资 所打造出来的 美国芯片与科技法案 从政美国什么 高端产业的发展的计划 可以说是就此 遇到重大挫折 我们也不能说 以后就彻底失败 但是呢 最起码遇到重大挫折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看到 现如今呢 在美国的各大 这个芯片法案 通过资助的项目的建设工厂呢 其实都在进展缓慢 甚至有些呢 处在一种停工的状态 这也不是美国拜登政府 想看到的 现在最近我们看到 雷门多呢 对外有一个说法 他说 他要求各家公司 购买英特尔的芯片 是为了推动 美国制造商的发展 是爱国 是为了美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但问题点就在于 真的是这样吗 雷门多和英特尔公司 他们之间的这个利益纠葛 真的就是简单的 为了大局 为了国家的科技振兴 产业发展 如此简单吗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 又深挖下去 纽约时报指出 雷门多第一次见到 英特尔的CEO基辛格 是在2021年的一次电话会议上 当时呢 他们两个都在开玩笑说 我们是新冠上任 但是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呢 新冠上任之后 雷门多和基辛格很快 利益就高度的捆绑在一起了 雷门多在此之前呢 曾经担任过罗德岛州的州长 他也是一位风险投资家 那个时候呢 他必须应对全球的芯片短缺问题 那么因为当时的芯片短缺 导致美国的一些汽车工厂关闭 那经济呢 也呈现出放缓的局面 那与此同时呢 拜登政府也对美国在芯片制造上 过于依赖台积电感到震惊 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呢 大多数的美国芯片公司 已经将制造业务牵制亚洲 因为在亚洲有非常多的 这个劳动力娴熟的工程师 有非常好的这个制造业的条件 那么于是乎 雷门多的副手在2021年计算出 当时如果说整个芯片 对美国输送的供应链中断的话 对美国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 就像大萧条大萧条时期一样 于是乎紧接着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 基辛格 那么在接任英特尔的CEO之后呢 就开始联系美国商务部 他们要一起这个啊 规划出一个追赶世界最先进制成的 芯片工厂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 然后当时的基辛格就向雷门多提出 你们要提供足够的资金 那么我们呢 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 看似呢 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在2021年和2022年 基辛格会见了100多名的国会议员 声称美国必须在芯片产业当中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那么你想想看呀 大家如果想一想 在四年前的那个氛围 对吧 当时呢 美国是要大干一场 所以在那种氛围的裹挟之下呢 自然就要什么给什么 要通过法案 什么法案 通过什么法案 要给什么政策 给什么政策 2022年的3月份 当时的英特尔的CEO基辛格就成为了美国拜登政府拜登总统国情资文演讲的一个座上宾 拜登在当时的演讲当中谈到英特尔计划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投资200亿美元 要打造一个芯片生产的梦想之地 而且表示英特尔公司要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 大家想想看 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承诺 请问他不是在画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大饼吗 而且呢当时拜登说过啊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对制造业的最大投资啊 那么所有人都希望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来支持英特尔公司的这个投资来支持美国重振芯片产业 当时拜登的国情资文这段演讲完之后呢 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呀 太好了太棒了对吧 美国芯片产业终于又雄起了 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吹泡沫 泡沫吹起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做到了那就不是泡沫了 那就是怎么样呀 脚踏实地的对吧 实现了梦想实现了目标 这个大饼变成现实 但是我们前面介绍过 英特尔公司现在裁员的裁员这个股价暴跌 然后又要被宣传收购啊 如果收购失败呢 说不定还会破产对吧 这个显然就是一个泡沫啊 那么在当年的企业底呢 美国国会就迅速批准了芯片法案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产业 这个重塑尝试之一 这个法案为美国商务部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 和700亿每750亿美元的贷款便利 而且推出了相当于企业投资四分之一的 慷慨的税收抵免措施 换言之呢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门多 透过英特尔公司的梦想 从政美国芯片产业 这样一个这个啊 一个故事啊 一个描一个一段描述呢 那么美国商务部就拿到了 美国国会拨款的1000多亿美元 这么大笔的资金在手上 拨给谁 对吧 那么谁能够使用得到 怎么拨 那么自然呢 雷门多女士的权力是越来越大了 他事后可以用这么多的钱 办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大概回顾一下 这几年的这个经过的这些事情呢 就很清楚了 那么英特尔公司呢 显然搞定雷门多之后呢 又去和100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 去沟通去洽谈 然后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当中呢 把它做成一个重振美国的 让美国再度伟大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就是一步一步走到今日的状况 好了 那么纽约时报回顾了当初 又讲到了这个 现在又讲到了这个雷门多女士 和英特尔曾经的过往呢 紧接着他提到了 现在大家都开始担心了 因为所有的东西呢 就像演戏一样 对吧 这个戏落幕了 会开完了 然后 然后你要拿东西出来呀 你什么都没有 你咋办呢 你除了拿钱 活 干的怎么样呢 我们线上100多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看到 在芯片工厂方面呢 我们前面已经承诺 已经说过了 对吧 现在呢 是一个幽灵工厂 而且呢 根据这个 长期担任英特尔的董事会的成员 他的名字叫做戴维约菲 戴维的优菲 那么他呢 告诉美国官员 英特尔公司 在整个的这个芯片的设计生产方面呢 目前是落后的 而且现在所做出的承诺 根本就不可能落地 现在呢 没有办法取得自己的 就是说你承诺的东西 取得成功 做不到 另外一方面 美国前商务部的官员呢 也指出 现在整个美国商务部和美国政府 弥漫着一些氛围 只要和英特尔这个项目沾边的人呢 都非常的顾虑 那就是英特尔公司的项目 是一个空壳字 等于说把美国国会两党议员 把美国政府 把拜登 把美国商务部 把雷蒙多 把美国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 所谓从政美国制造业的计划等等 通通给耍了一遍 那么只是为了拿到 美国政府的补贴资金 那么英特尔公司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工厂呢 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大肆鼓吹 投资50亿美元 但是到现在 他连工厂设备都没办进去 那么整个呢就出现了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烂尾楼的状况吧 那所以呢 那么这个雷蒙多女士呢 他在和三星和台积电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实际上 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呢 他雷蒙多自己也担心 他个人和基辛格 就是英特尔的CEO之间 关系过于紧密 那么现在他就尽量减少 和基辛格之间的会议和会面 讲白了 他也开始心里面犯嘀咕了 犯嘀咕了 OK 那么这个呢 是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了 就是说从2024年3月份 对吧 这个英特尔公司拿到了各种建厂补贴之后 到现在为止呢 交付的成果呢 非常之有限 那么整个的这个进展呢 非常不顺利 那么我想呢 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候做深度调查 做出这样的披露呢 其实一方面呢 是这个把这个事情呢 先在这个市场当中 先等于说在这个舆论环境当中呢 把它给捅出来 那么等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 大概是要告诉这些民主党人 要告诉这些雷门多 商务部的这些人 那么你们大概呢 要准备好预案 把屁股给我擦干净一点 再如果说共和党上台了 对吧 你们搬家的时候 因为办公室要移给新的这个 这个新一届的美国总统 和他的执政团队使用 那么你们呢 最好呢 把这个事情给我理清楚一点 不然的话 如果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本人发起大调查的话 恐怕这里面的所有人呢 都够他喝上几壶的 我看来的